最瘋狂音樂盛世就在 2022澎湖追風音樂節 重磅卡司 嗨翻澎湖 Ella 陳佳化 Hebe 田復甄 告五人 831 911 大家好 我們是911 艾姨良 孫盛希 魏佳穎 大家 梁文英 曹雅文 向慧玲 利友王 樓俊朔 蔡敏佑 利 地點在澎湖觀音亭前往場 跟我一起 San High Home 唱出鼠雲烈轟 讓大家一起嗨翻澎湖 我們 不見不散 澎湖見囉 Icy 夢想家 好 回到Icy 夢想家 我是藍軒 繼續和澎管處的處長 這個許宗鳴來聊天 聽這個處長在描述這個澎湖 真的覺得好好玩 好像 因為一般來說 這澎湖在冬天的時候 是真的比較難去 不只是我們剛剛講到說 風很大 這個塑風也大 包括說 飛機其實搬次也變得比較少 更不用說在船上 行駛在海洋上 這可能搖來晃去 這個也很痛苦 但是我們在講到說 他趕在 東北季風真的很強之前 因為是八九月 所以八九月 雖然叫催風音樂節 但是趁著風起 但是風不算太大的時候 讓大家感受到 等於是把一些東北季風 可能的 對觀光上面的一些影響 降到最低 但是讓大家同樣的 不管是要去提振 這澎湖的下半年的觀光也好 所以讓大家感受一下 比較不同的季節的澎湖也好 因此會有這樣的一個 吹風音樂節的誕生 那我覺得這個很好玩的地方 就在於是我們剛講到說 風箏 風箏就是要有風的時候 才會起飛 所以其實很適合 坦白講很適合 在澎湖有風的時候 那只是風 風不能太大 對不對 風不能太大 那所以晚上的時候 風箏是放的嗎 我等於說是 假設我進去參加 吹風音樂節 我可以在晚上的時候 然後在觀音庭那個地方 也就是看花火前那個地方 就一個海灣 我可以在這邊放螢光風箏 我可以這樣做嗎 可以 因為我們有一個活動 除了我們這些表演團體 他們會在那邊放 各種特色的風箏 或是晚上的夜光風箏 那我們一般的遊客 每天都有500個 我們叫做走路有風 那個只有兩公尺長的 這樣的一個線 你只要拉著它 一定飛得起來 真的嗎 然後也是會 可以跟我們天上的 這一些螢光風箏 夜光風箏一起去呼應 所以晚上夜空當的風箏 本來已經有人放上去了 對 然後但是我們自己 如果是遊客也可以說 自己準備嗎 因為我們服務櫃台就有了 只要來趕快 對 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就有 就有 那也是眼光的嗎 上面確實是有亮燈 有亮燈 但是絕對沒有像 我們的夜光風箏 飛在天空上面的那麼 那麼璀璨 那麼漂亮 那麼有設計感 但是已經非常非常漂亮了 因為它只要拿在手上 就可以飛 就限量五百個 每天限量五百個 我覺得剛剛處長講到一個重點 因為我不曉得現在的年輕人 或者看我們節目的朋友 你是不是放過風箏 因為現在能夠玩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大家可能不會覺得說 需要去玩風箏 我小時候 我們小時候玩的東西不多 我們確實小時候會去放風箏 對 風箏不是那麼好放耶 我覺得 要能夠飛上去 我覺得不簡單 你確定可以飛上去 確定可以 因為我們會小小的 讓我們的遊客體驗一下 怎麼組裝 當然是最後一個小動作 讓他們組裝完之後 你就可以拉著你的 走路有風的風箏 然後就可以去 到處聽音樂 到處看風箏 OK 為什麼可以保證 它一定會飛上去啊 因為我們有設計過的哦 真的啊 所以它跟風箏的設計有關對不對 對對對 其實我們這次還有一些 不管是我們法國設計家的叫做 迎風而來 還有法國設計師 法國設計師 他的迎風而來 他就是放在地面上 然後也有一個德國設計師 然後他是專門做出風箏的造型 我們只要去任養 使用它的風箏造型 它就會捐贈 海鎮基金會 5歐元 OK 所以我們台灣 很有意義 台灣防海基金會 我們也是跟它共襄盛舉 只要使用這樣的一個 德國設計的 這些風箏造型 然後也就可以一樣捐贈 贊助支持我們的防海基金會 所以等於是有全世界知名的風箏設計師 來設計藝術造型的風箏 但是在地面上 螢光風箏 但也有在空中飛的 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參與的 而且保證一定飛 而且是以後我們走路有風可以去體驗的 如果飛不起來找處長擅長 我那時候在現場 真的 我就教你什麼啦 要記得處長的長相 真的是 OK 聽起來說保證一定可以飛 我就覺得很開心 否則真的是 飛不起來很沮喪 本湖9月份我們推估大概4級到5級風 非常適合放風箏 那除了剛剛講的到9月份的這一段時間 其實我們秋冬還有兩項非常非常大型的活動 我們9月25號是自行車嘉年華101 Hopping Buy 就是說我們是101K 然後是從我們馬公騎到西域的漁翁島燈塔 再騎回來101K 當然也有休閒組是20K的 然後就是到峰圍那邊騎回來 那這個東西 這個是屬於9月份的時候 9月25號 那個時候東北接風還不算強 是不是 已經開始起風了 因為中秋過後就開始起風 但是是屬於週休4天沒風的那個時候嗎 希望那時候是這樣 大家就比較 但是有些人喜歡 有挑戰 我又要跟大家經驗分享一下了 我去荷蘭騎過自行車 對 荷蘭的風車就是因為它有風 所以它可以進行什麼水利發電啊 可以去磨那個麥子啊 什麼之類的嘛 可以幫這個驢子一臂之力之類的 但是你去騎車看看 你去騎車你就知道說 有風是這麼討人厭的事情 那真的騎不動 不騎車我們還有一個活動 不騎車我們還有一個活動 其實騎車很好玩很輕鬆 我們11月6號很輕鬆嗎 你這樣的話順風就很好騎 有如神助 逆風就很痛苦 11月6號我們有一個 菊島跨海馬拉松 有2500位的名額 目前已經有接近2400的 跑友報名了 已經快爆滿了 對 所以我們很歡迎我們的這些跑友 來參加我們 誰與爭鋒馬拉松 菊島跨海 那如果說報名額滿就額滿了 額滿就額滿了 假如你真的是一定要來 一定要來跑的話 找處長 記得我的長相 真的嗎 哇要快點報名以免項魚 是這個意思嗎 是是是 沒錯 真的活動還不少 所以你剛剛講說馬拉松是說 如果你擔心騎車碰到逆風 騎不動的話 跑步好歹比較沒有大的風阻的問題就是了 對啊 但是它風吹著你跑步也不錯 真的是 不過當然 因為剛才處長這樣講我才知道說 其實它的風會放假的 所以呢 如果說你一個禮拜為周期 那挑它放假就是北風杯杯放假的 那幾天去做這些事情 其實澎湖的秋冬是蠻疑人的對不對 對 它是屬於那種乾爽的天氣 還是它也會下雨 乾爽的天氣 那真的還蠻舒服的耶 因為本島的冬天 這個真是陰雨綿綿對不對 對 仇煞人的感覺 澎湖雨量就比本島 大概少了至少三分之一 少這麼多 而且澎湖既然是一個海島型 天上的烏雲飄到你的頭頂上 一不小心也飄走了 所以呢 它下雨就下到海上去了 你這樣講我聽過綠島的朋友也這樣講 所以呢 就是說如果你萬一看到這個氣象講說 它會下雨 可是你不用擔心 風一吹這個雲就過了 沒錯 真的是這個樣子 好但是你剛剛講到是秋天嘛 你看先從我們剛剛講到 8月9月是吹風音樂節 9月25號是自行車 然後11月6號是馬拉松 對 那再來呢還有嗎 我們澎湖澎館處呢 有在推澎湖的世紀理由 我從春天開始說起好了 OK好 春天的話我們 春天天人菊是不是 菊花 天人菊夏天的時候開得真是漂亮 是夏天開 那春天的時候我們是推賞歐季 賞歐 我們澎湖 燕鵝非常非常的漂亮 燕鵝不是在馬祖的神話鳥 神話之鳥 對啊 它也飛到澎湖來嗎 澎湖一不小心也有 確定 你怎麼人家小牛圈有綠西龜你也有 然後馬祖有燕鵝你也有 澎湖的這些燕鵝呢 至少有六種燕鵝是常見的燕鵝 譬如說鳳頭燕鵝 玄燕鵝 昌燕鵝 白眉燕鵝 小燕鵝 還有紅燕鵝 紅燕鵝我應該剛剛沒有聽過吧 沒有講 對 就是六種燕鵝是經常會到我們澎湖 尤其是過了春天之後呢 他們從菲律賓 馬來西亞 甚至遠從澳洲那邊 飛到我們澎湖 對 它飛到我們澎湖這邊 然後它會下蛋 然後會孵化 所以春天到中秋這段時間呢 只要我們出海去看這些燕鵝 它就在你的船邊 滿天飛翔 你用攝影機 或者是說我們的照相機 現在都有慢動作的功能 你用慢動作的功能去拍 你就可以看得到那種燕鵝 非常非常優雅的姿態 飛翔的姿勢 哇 真的是超漂亮的 真的 那滿天的這一些燕鵝 讓你會覺得非常非常的驚艷 因為它真的是非常的壯觀 因為在澎湖 都是算 在你的天空上面 都是算百算千的這些燕鵝 哇 OK 所以你最近呢 最近的距離 你只要搭個船 東海的話 20分鐘到30分鐘 你就可以看得到滿天的燕鵝 哇 OK 所以我們春天的時候 是賞鵝 每個禮拜六或禮拜五 就可以去看燕鵝 那一定要出海才看得到嗎 當然在我們的漁港也可以看得到 但是 就沒那麼多是不是 對 因為漁港呢 有些漁船回來 它也會在旁邊 鎖豬帶兔 還在吃魚 沒錯 但是呢 我們到 外面的這些島嶼的話 就真的是很壯觀 因為他們產卵就產在那邊 然後你可以看得到那個 燕鵝的小寶寶 剛剛提到的那個 鳳 黑嘴端 鳳頭 鳳頭燕鵝 黑嘴端鳳頭燕鵝 就是神化鵝 在澎湖 一年平均也有三到四隻出現 只有三到四隻好不好 全世界只有一百十隻 真的是 這個要看到很拼喔 如果看到的話 你千萬要回來 這個簽樂透 一定會中 沒錯 對不對 所以你要一直拍照 一直拍照 回來的時候 你就慢慢滑 看看哪一隻燕 嘴巴是有黑嘴端 這時候我 趕快去買樂透 真的 是這樣子 好 春天賞喔 那夏天我們推食戶祭 那食戶呢 澎湖是最多食戶 雙心食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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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靠著食戶去補 那我們就想說 這個食戶 怎麼樣子 看 在潮間在這個 海水上 潮水這樣子沖 它就不會垮掉 它不會壞掉 你看我們的堤防 沖啊沖也會被沖壞耶 對啊 所以他們去堆砌食戶 有它的工法 然後呢 我們就推了一個 夏天的食戶祭 然後呢 我們讓所有的遊客了解到說 我們怎麼樣子去堆砌這個食戶 他們智慧是什麼樣子 堆砌起來 然後他們是怎麼樣運用 漲潮的時候魚進來 然後退潮的時候呢 魚跑不出去 對 因為它的構造就是 可以這樣魚在裡面回遊 然後 就有一些 當然 沒有辦法一個人去 去照起來了 那就是靠親戚朋友 大家一起去合作 齊心協力 對 所以 會有尋呼 然後會分享 然後就是循著去看看 今天漁獲是我 隔天呢 下一個人是誰去取 就變另外一個人 那 抓不完的話 大家一起來分享 大家一起抓 然後我們推這個食戶呢 就是可以去看 潮間帶裡面的生物 然後晚上 在擊背沙尾的地方 看星星 澎湖看星星 超漂亮的 這我知道 我大學畢業的 畢業旅行就是在澎湖看星星 沒錯 所以呢 超浪漫的 而且聽星座的故事 哇真的是 很浪漫 又 又馬上 好 對對對 還可以許願 許不完的願望 隔天呢 然後再去社區裡面去巡禮 因為澎湖有很多社區 你看都是老古石蓋的那些 很舊很古老的房子 那些講起來都有很大的文化跟歷史 我覺得都值得去慢慢的體驗 我們一樣是有八個禮拜 這麼長的活動 那秋天的時候呢 秋天我們剛剛已經講很多了 所以最後要進入到冬天 冬天呢 就是我們的防古祭 因為我們有古蹟 古廟 古厝 古堡 造防古 古祭 這些 這些很具有歷史文文 歷史文化 然後又加上我們剛剛的 秋冬的美食 海鮮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會橫跨一個元宵起歸 起歸 起歸活動 元宵起歸的 日曦歸的歸 對對對 平安 保平安 然後一年送收 它有諧音的意思嗎 起歸 就是平安歸 平安歸 平安歸 這個就是我們平安 我們每年元宵起歸的時候就辦活動 然後 這樣子 所以這是紀念幣嗎 對是一個紀念幣 然後 什麼就是綠細菇 是綠細菇 OK 因為我們辦活動的時候是 二杯 然後現在有很多廟 它就是用這樣子 明南語叫做 就是二杯 然後就把裡面的 菇粿造型的東西可以搬回家 譬如說 搬回家 搬回家 譬如說 有人是用紅片菇 去堆起來的一隻大的綠細菇 大的菇 然後或者是說 是一包一包的米去堆起來的 酷菇 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了 然後又用巧克力 金刷巧克力 OK 然後最厲害的是 黃金龜 360兩 真的啊 好幾千萬的黃金龜 這麼豪氣啊 沒錯 只要你跟人家PK 搬杯 算杯最多的人 你就有機會把他帶回家 真的啊 OK 明年記得要搬回來 真的 我覺得這樣的一年四季 太忙了 都要去澎湖 都要去澎湖 不過我才剛剛 就是我新認識的朋友 他才告訴我說 澎湖人過元宵節 是真的很熱鬧 像過年一樣 他比過年還要熱鬧 還要熱鬧 他說有一個禮拜是十天 對 尤其外安雨火 在外安那個地方 它是一個小漁村 然後它的漁船 元宵至少三到五天 都不熄燈 所以你晚上的時候 在比較高的地方 三仙塔那個地方 你那邊往下拍 那個漁火 外安的漁火 你會覺得 怎麼那麼漂亮 真的是 感覺是 天上人間 說得好 因為他白天拍的照片 就像希臘風格的 一樣的漁村 其實我對澎湖 一直有這種感覺 很像希臘那種 尤其最近有一些 很漂亮的民宿 或者有一些風光 我覺得弄起來真的是 就是 白牆 藍瓦 綠樹 雖然這個樹 現在種起來很辛苦 但是還盡量的 會去 去種一些樹 那紅花 對不對 我聽書長這樣講 我覺得你看澎湖 又有生態 是 又有美食 你剛剛講的很特別 對 人文 又有地質 對 地質 沒錯 因為人文 你看剛才講到像 元宵的民俗 講到那個石戶 那是一個人文的背景 剛才又加上更新的科技 你會有那種光環境 有那種在天空上面的 螢光風箏 我覺得這是一個結合 最新的時代的這個 科技在裡面 這個真的聽起來很不簡單 澎湖有很多 算是 世紀理由 不管是結合我們的地質景觀 我們的人文生態 或者是說我們的美食 或者是說我們 所有好朋友最喜歡的沙灘 陽光 我覺得這些元素 真的讓所有的好朋友 在澎湖 可以三天兩夜 四天三夜 甚至可以住一個禮拜 甚至週週去澎湖 沒錯 因為澎湖其實不遠 因為 我們台北搭飛機到澎湖 五十分鐘就到了 真正在天上飛半個小時而已 所以 真的很快 在這邊 一兩個小時之後 就可以開始吃海鮮 然後就已經是坐在沙灘旁邊 在那邊發呆 這個不是很快嗎 很舒服的事情嗎 是啊 而且我還在想說 本來大家會覺得說暑假嘛 這個許嬌啊去澎湖 或者去離島最棒了 但是暑假的轉眼之間 只剩下一半了 甚至也快要結束了 但是呢 聽這個廚湖一講 覺得說沒問題 下半年的澎湖 還是很精彩 對 秋冬其實不用擔心 因為 我們的地球 慢慢的氣候變遷融化 這天也不曉得 是因為要擔心 還是不應該擔心 真的 因為有很多活動 也有很多好吃的 這些美食 剛剛所提到的 譬如說 除了土豆之外 也有海利啊 還有青椎啊 紅甘 或者是紅條 或者是說 秋天螃蟹 你看 你去 你去魚市場 買一籠回去蒸 然後就可以吃到你過癮 然後就覺得 要買一籠嗎 要買一籠嗎 因為很便宜啊 所以你一定會買一籠回去啊 大家至少一隻兩隻 吃個三四隻也才過癮啊 然後還有一樣東西要推薦一下 OK好 紅蟳粥 紅蟳粥 紅蟳麥 那個蜘蛛味的 這樣子嗎 因為紅蟳不是通常要配B哥嗎 但是用粥的話 當然有幾個要預約 就是紅蟳粥的話 像我們的自行車嘉年華呢 我們推薦的這一些餐飲 其中一點就是我們的紅蟳粥 真的啊 這樣一路聽下來大家會不會已經有點點 愈愈愈是食指大動了一點 這個真的聽起來下半年真的可以去澎湖一趟 好 非常謝謝今天處長到我們的現場 來大家不要忘記處長的這個掌校 才可以放風箭 不管是放風箭啊 吃紅蟳嗎 還有什麼東西如果看不到 你剛說出海對不對 出海啊 都可以找處長 出海 看 看喔 看喔 一定可以吃得到的就是我們的花枝丸 因為花枝丸真的是不一樣 你可以吃得到裡面有顆粒 有花枝的顆粒喔 真的很有口感很有嚼勁 所以啊 我覺得澎湖有很多好吃的 真的 有很多好玩的 好 太棒了 還有鵝啊 可以吃到飽 寒鵝啊 好 我決定要制止處長了 因為我覺得處長在家會講不完 講不完 好 OK 對 今天講的已經夠豐盛了 真的是下半年去澎湖玩 親自來體驗 真的是 所以我覺得其他的里島要一起加油了 你看澎湖呢 聽起來這麼的一年四季都可以玩 這個其他的里島呢 也是一樣 大家實時造訪 常常覺得很開心 好 非常謝謝處長 謝謝 歡迎所有的好朋友們 不管是聽眾啊 或者是我們的觀眾 有機會就到澎湖 歡迎你們 好 處長等你喔 拜拜 歡迎你們